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乌组组长汤长安 乔务领事王洁宜 娃斯科威纳市市议员吴同怀 美国北京联议会会长申于明 呈现华人联合会荣议会长 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北奥 美国华人营建工会会长江小冬等 各界侨胞与代表参加了当天的活动 并为获奖者颁奖 来自当地14位选手用流利的中文精彩演绎了 《我爱你中国》 康定情歌 梨花颂 《春天的巴黎》等中文歌曲 本次比赛比较特别的是 还有两对母女党参赛 包括罗丁与母亲梁华 彭迪芝与母亲贾玲 最后 游郝瑞燃 刘申如 获得青少年组第一名 梁华获得成根组第一名 戴双鸣副总领事表示 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 筹办工作的参与者 当年的情境依然记忆犹新 水利方不仅成为北京的一代标志性建筑 也是海外侨胞 星系祖籍国的桥梁和纽带 如今 文化中国水利方杯 海外华人中文歌曲大赛 不仅是海外华人 传播中华文化的良好平台 而且也丰富了海外华人 华侨的文化和精神生活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最后 它代表总领馆 向参赛及获奖选手表示祝贺 并感谢主办 协办方和各界 给予活动的大力支持 希望选手和老师们再接再厉 获得更好的成绩 全美电视台记者采访报道 感谢主持人